9月15號上午 兩輛載有大約100名非法移民的巴士 從德州抵達美國副總統哈里斯的住所外 這是德州州長阿爾伯特移民重新安置計劃的一部分 請看本臺記者陳鐵梅的報導 阿爾伯特在推特上發文稱 他把運載著移民的大巴車派往哈里斯的後院 以呼籲拜登政府做好本職工作 確保邊境安全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 州長已經下令將數千名移民 從德州送往一些市長為民主黨政客的城市 包括紐約和芝加哥 現場視頻顯示 在戒備森嚴的哈里斯住所的大門外 有一批帶著小枕頭和背包的男人 女人和孩子 其中有些人在肩上披著毯子 準備在副總統哈里斯家裡過夜 他們一臉茫然 在現場轉來轉去 一家慈善機構的代表隨後抵達現場 告訴這些移民 他們將被安置在當地的教堂 在那裡 他們將得到救助 在共同的地方 他們將得到居民 一家慈善機構的地方 在第五位置 他們將得到居民 然後 他們將得到居民 在必須的地方 在這裡 他們將得到居民